好球 漂亮 男的 好酷喔 男生應該會有比較厲害的對手 手拿起來 因為他是平的嘛 所以你就平起來 真的非常耶 拿起來桌球 嗨我是傑夫 這一集呢 因為近期全明星運動會第四季非常非常的火紅 黃隊跟藍隊的乒乓球的幕後訓練呢 全部是由我一個人負責 我帶大家看一下他們幕後辛苦的過程 很多東西真的不是say的 真的是他們非常非常努力的訓練 我花了我非常非常多的心思 心血 體力 用盡我的權力在跟兩隊建立信任 甚至提升他們的桌球技術 大部分的人其實根本沒有接觸過乒乓球 所以如果針對新手呢 或者是你看了節目的播出 現場的狀態 跟他們幕後的訓練是不是有一些心得 你們也可以給我一點想法在底下留言 但是呢我這邊要必須先講 就是你針對他們真的只有幾個小時的訓練 就要在電視機前面正式比賽給大家看 那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所以上場之後的那個實力 也會相對有一些打得 並不要覺得說他們在場上這個狀態 訓練就一定不夠 或者是他是不是根本沒訓練 有的時候那種崩掉了被擊潰了 甚至前一晚沒睡飽 都有可能影響到他場上的發揮 我也不可能給他們非常極限 或者是非常高難度的動作或球類 所以其實很多的細節在這兩集呢 我覺得都可以分享給大家 那我現在要去黃隊 那趕快帶大家去看 走吧 來 這一球是什麼 對 漂亮 有了 那有吧 有了就是他球飛出去了 我有看到 這樣 然後再移出來 提醒我說不要下去再上來 因為你的下只能到這裡 你要習慣一下 對 避免被抓 喔 好險 OK 加緊一點喔 OK 所以就緊一點喔 真的丟臉 真的丟臉喔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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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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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我了 好違規喔 如果你要偏下 你就拿醬一點 這樣子變下了 對 從醬直接出去 就不要再擺醬 對 直接 出去的時候變這樣 然後下去 對 早一點轉 這個就下嘛 這個就下 他如果到這 你一定打得進 但是他到這邊 好險喔 然後你剛剛那個手是這樣 到這邊來接 就爆了 對 開始就很像 因為到這邊都還沒落地的時候 球絕對不會在這邊彈起來 來吧 你是小時候打過是不是 對 就是跳舞之前打一小段 一小段 然後 那我是在那個桌球練習場外面 看到有人在breaking 我就 先放下桌球 好帥喔 好帥喔 重點我就沒有拿過 真的假的 放棄了桌球 所以你是桌球 然後接breaking這樣 一定breaking比較炫 對 年紀小你容易 很帥 教我好不好 但這個東西 有一段記憶 然後瞬間抓回來其實就蠻爽的 不過還是要抓一下 因為太久了十幾年了 Over 好球 好球 漂亮 來 今天 今天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捷徑 是因為總共十一個隊友 那紅隊這一次比賽只剩十個隊友 最少一個女生 那女生得一次三個女生都要上 壯壯 欣宇跟進行都要上 那男生就會騙比較多 那男生一樣只會上三個 所以就是 紅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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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一個紅尊桌球很不錯 很會咬球 很會抽球 然後 觀念都蠻好的 學習能力非常好 人非常非常nice 那 今天 剩下的 肖泰 韋哲 是 很真心 好 因為他們的肢體 其實對我來說今天差不多 今天是要來選出 到底第三位男生是誰 因為 紅尊 紅尊長要有工作 紅尊 紅尊 可以查一個男生 才能打他們的三點的雙打 所以今天 所有的 剩下的這些 紅尊 必須決定 選一個 很大的 夥伴 也就是最後一位 可以上桌球隊 那這次隊到藍隊 大家應該也很清楚 對面 不弱 對面不弱 尤其是 男生 男生應該會有 比較厲害的對手 男雙 需要再一個 Live have 不管第一點是 豪泉還是 紅尊 還缺一個男生 豪泉 你自己覺得呢 你跟誰搭比較安心 其實就是 發球的差別而已 發球 那發球 就是韋哲比較勸 韋哲比較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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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韋哲對這個項目有信心嗎 沒有跟全哥配合 蠻有信心的 全哥帶著我 我覺得 狀態蠻好的 對 不然你們四個再循環一次 好 上次有循環過一次嘛 但是那次你沒加入 對 來 雙方敬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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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韋哲來 好 要走 選完了齁 大家都沒一件齁 沒一件 OK齁 我們就讓他全力以赴嘛 加油 好不好 韋哲加油 好 大家有找人公司這樣子 OK吧 順便了 順便了 當我左手這樣子選 特選 所以這顆球會這樣子彎 所以會往哪邊噴 你打到會往哪邊噴 這邊 對 然後你覺得往這邊打 是 我一開始其實覺得桌球沒有我的事 可是後來那個 因為姐夫教練 我就幫我換長課教練 甚至我覺得他當初肢體有一點僵硬 並沒有把他排在第一首選上場的人名單裡面 但是他現在變成 他想練的心情 比我還強烈 來 好 我們等一下來練所謂的第三版 包完之後我回去的那個人要接 來 注意看喔 我切 你撞 你就殺球 來 準備喔 我切 撞 殺球 對 再來喔 我切 撞 殺球 反走也可以喔 笑 我拿起來他夾 因為他是平的嘛 對 我們就平的 平行 收小手幣 好 你看 你可以自己判斷 當你沒進的時候 假設你三次動作都一樣 當你沒進的時候 一定是我的球路或高度有轉變 然後比較賺一點 對 然後你要想辦法推得更漂亮喔 不是推進就沒你的事喔 還有側跟側下 融融的球一個 融融的球一個 你要模仿融融的標準 我們會打融融的 準備來囉 還有一下 我們要試兩根的啦 你試三根耶 還有一些位置喔 你會用 融融你試三根的 欸 你放兩把 特別我放不去 好 動作了 就這個感覺 切 對就切就好 點燈進去 切 對就好了 切 對切就好了 切 對切就好了 要拉 沒有如果你要拉一定得蹲 尤其是它是下旋的情況 好球啊 好球啊 好 來 下一個 對 來 這個 完了 難的 難的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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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艱辛的 好球 難的 可以啦 我是說真的 從你一直沒練桌球 完全沒有心意準備練桌球 一直練到現在 我覺得就是我有看到你心態的轉換 真的 沒有嗎 還是你就是 我不知道你是什麼樣的 沒有 他的每一項運動都是這個心態 他很棒的地方就這邊 他完全不會有那一種 就是不好 像我們這種不好的心態 就是他不會去思考那麼多 練 好 我們就來練 這種感覺 他就是任何運動都是這樣 但是他對桌球是特別熱情 因為像發球 你看前幾次的發球 到今天已經改善非常非常多了 非常耶 真的非常耶 莊莊真的太立志了 而且他的撞擊是漂亮的 現在的撞擊都已經沒有高球 或者是過大力的問題 你全部的撞擊的角度跟時間點都很好 莊莊就是立志狀元 拿下桌球 好 今天黃隊的訓練呢 因為他們通常當項目 下個禮拜項目出來的時候 如果不是乒乓球 我們就不會要求訓練 那對我來說 我覺得你也沒有辦法去 期望他們練到多強 或者是動作多標準 訓練方式可能會比較偏向說 什麼樣的球正常人比較容易失誤 或者是什麼樣的球 你的進球率比較高 那對我來講 天方球這個賽事在全明星 要獲勝很簡單 他其實就是一個 誰失誤率低 誰就獲勝的比賽 沒有太多的戰略 戰略當然是有 但我這邊不會公布給大家 再來是他們的球拍 因為每個人都要有球拍 剛開始你也不知道誰會上 再次感謝我們SPEZA 台灣跟全台最大的波爾 用品桌球專賣店 全力火力支援 這些全明星藝人的球拍 甚至球皮的升級 有的時候甚至他們用一用 不順手 或者是他的力量很難控制 我們就只能幫他做一些微調 比方說把皮換好摩擦一點 或者是彈性好一點 或者是重一點 輕一點都有可能 因為我們只能在最短的時間 讓他們有找到最自然的手感 並且降低他們的失誤 我很開心 因為他們的鄰居力很強 而且好勝心很強 都沒有想像中那種 藝人的包袱 或者是所謂的藕包 他們真的非常非常認真的訓練 把它當一個運動會再進行 那當然也會有倦怠的時候 我必須要去了解每個人隊員的個性 甚至他其他項目場上發揮的展現 我選擇先付出先投入 讓他們信任我 讓他們被我感染 信任度越高 我相信他們的安全感就會越重 上場的表現或許會更好 我不知道 但是前提是他們要對桌球有興趣吧 對吧 好吧 那今天這集黃隊的訓練 就到這邊 下集藍隊 讓大家看看 藍隊來了 你看 藍隊 不要這樣子 我們這集是黃隊的部分 有沒有什麼要跟黃隊說的 黃隊 黃隊的部分 我們桌球會贏你嗎 很走心 很走心 我跟這個文火加油還輸我 他說我不太適合上漲 2比0 好球 我們在參加這個節目可以 跟很多專業教練 學真正的技術 因為這可能是我們平常 在玩運動 運動型的那種是不一樣的東西